既然想要發生一起車禍事故 一輛紅色箱形車疑似沒有注意到前方路口已經變成紅燈了 因此就追撞了左前方的藍色貨車 而這麼巧的是這兩個肇事的車主他們居然是朋友 因為剛好要出門工作居然就在路口發生追撞 藍色貨車被向前推擠差點插撞到另外一台轎車 藍色貨車65歲卸性駕駛馬上下車後 趕緊上前關心 發現追撞的紅色箱形車碱性駕駛竟然是自己的老朋友 碱性駕駛因為車體變形潰縮 方向盆壓住大腿卡在車內 消防人員到場之後立即進入車內安撫碱性駕駛情緒 接著將碱性駕駛慢慢移動 受壓迫的腿部順利將它拖出車外 八時期在吉安鄉海岸路段發生一起交通事故 碱性男子駕駛自小貨車沿海岸路南往北行駛 那追撞前方由卸性男子駕駛自小貨車 警方仍在釐清當中 記者林杰吉安鄉採訪報導